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我做了一个这个两米乘四米八个平方的这么一个展示龙 从今天开始,我将把我犬设所有值得拍,能拍,适合拍的狗全部拍一遍 咱们先从年龄大的开始,今天是欧罗宝 今天9月1号,欧罗宝的生日是9月9号,9月9号欧罗宝就是13周岁 现在我们看它这个状态还行,走起路来有点攀山,但是走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跟欧罗宝的故事呢,之前在一期视频当中也聊过 那么我这儿最长寿的狗,不是,活着年龄最大的狗是利家梅 利家梅是再差一个月就14周岁 那么我想欧罗宝是很有可能追凭它的 你看这使兵格在外边,它那个心事就比较多 走,来来,波罗 欧罗宝这个狗很安静 它自己在笼子里,除非有特别的,就是对它刺激性比较大的 比如那种鞭炮松响,它才会叫,叫得很什么 基本上是不管闲事,是吧 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欧罗宝呢,可以说是现在是说,我之前就说它说过仅存 现在更是说过仅存 09年的一代犬,一代犬作为这个不玩马犬的很多朋友可能是不了解 一代犬就是指公安部从欧洲引进的种犬 他们繁殖的第一代叫一代犬,第二代叫二代犬 它是说过仅存的一代犬 而且它是那种可以说是就是纯一代犬,就是父母都是进口的 你要知道啊,有些父母一方是进口的 那个也叫,我们也叫做一代犬 但是它这个就是年轻,难得更加难得可贵 它的父亲是罗姬,母亲是荣欧 这些狗那不用说,肯定过去很多年了 你要知道,就欧罗宝的藤窝 我现在说句不好听的,很可能它都是为数不多的 这个笼子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狗 是吧,让它活动活动,然后把这个动态展现给大家 13岁的狗,由于前几千,三个屎兵羹母狗一群猫老趴这儿 所以你能看见它,它到处的这个不断的秀 包罗 来包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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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哎呀,看这样,让大家好好看一看 大白星 能不能看清楚它的牙 牙齿还非常好,非常的完整 刚才你干嘛了 哎,波罗 肩高大概在六十四五上 哎呀 来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老犬,它这个后驱 反正就是很差劲了啊 你要很多狗到这个年龄 包括但不限于昆明的话 很有可能它是站不起来的 但是它的后驱 它的后驱看起来 还是不错的 你看 有很多狗到这个年龄,它一般都是这样了 马犬的 旗帜啊,各方面来说,你是不服不行的 反正是我是非常服 好,今天咱们的视频到这里 好,今天我们不及证明 哇 page 好 说 咱们的视频 视频